大家好我是阿萨外汇社区的黄老师 今天要跟大家讲 一个很多投资者都感兴趣的话题 那就是如何选择正规的外汇平台 相信这个话题大家都非常的重视 而且对于新手 或者是对于刚刚进入市场的小白来讲 选择一个好的平台 可能比你真正去做交易赚钱还要重要 所以如果你对平台有任何的问题 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添加我助教咨询 或者关注公众号阿萨社区 回复平台两个字 我们会解答你关于平台的一切疑问 在这个市场中你赚再多钱 如果说这个平台不安全不正规 那么可能最后你的钱都提不出来了 所以选择一个正规的外汇平台 是我们开启外汇赚钱的第一步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大前提 那么在今天这节视频 我会从十个角度帮大家全方位的去解读 选择外汇平台的关键因素 大家可以好好的往下看 一一对照来选择平台 第一点我们要看平台的监管 每个正规的平台肯定都会有监管 但这里要提一点 因为国内有关外汇保证金交易的政策 没有开放 所以如果说哪家平台打着国内监管的旗号 那就一定是黑平台 国内没监管 那我们就没有办法交易了吗 当然不是啊 因为国外是开放了外汇交易的 所以目前我们所用的平台 都是国外受到正规监管的平台 而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监管 这里我就不一一的去举例了 一般我们只看几个最权威的监管 一是英国的FCA监管 这是最主流的监管机构 而这个监管机构的背后 还分为全牌照MM 直通牌照STP和授权代表AR 看着有这么多 但我们只去看最好的那几个就可以了 英国FCA监管全牌照MM 就是这里面最好的外汇监管 另外两个我们就不要去看了 那么二就是澳大利亚的ASIC监管 这也是我们考察平台的 最常看到的一个监管 三是美国的NFA监管 这类监管我们国内一般看到的会比较少 在美国那边的投资者看到的就比较多了 这就是我们最常看到的三类监管机构了 其他的小监管机构 看都不要看了 直接排除就好 这里还要提一点 总有人问我说 他的交易平台是香港监管 这正不正规 我要直接告诉大家 但凡遇到香港监管的这种平台 都是黑平台 没错 都是黑平台 第二点 我们要看平台的流动性 流动性的其实是大家在平时交易的过程当中 非常注重的一个交易环境 流动性是什么呢 其实很多新人可能不太清楚啊 其实流动性就是报价在一定时间内 在一定时间内 区间内出现的一个数量 报价出现的越多越细腻 就能证明他的流动性是非常好的 如果说就只有几个报价 那么就很容易出现跳空的现象 这样的平台就不太好了 第三点 我们要看平台出入金 一般平台出入金的方式会有四种 电汇 第三方支付 个人汇款 和USDT 这四种方式这里我就不太好细讲 我只能说我们最常用的是电汇和USTD 像第三方支付比较少 而个人汇款则存在这个风险 不太安全 尽量不要选择 如果你想详细了解出入金的细节 可以来问我第四点 我们要查平台的成立年份 平台成立年份 大家都可以去网上查询 而且记得要多渠道查询 确定平台真正的成立年份 如果这个平台成立是五年以内的 大家就要谨慎了 成立五到十年的平台还可以 而十年以上的基本上都有保证的 第五点 我们要看平台的手续费 在不少平台他们的MT4软件上会有一个手续费的一个标志 但这不代表平台就会有手续费了 因为在14年的时候 其实手续费在国际上就已经取消了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个点 现在没有手续费是正常的一个状态 现在还有手续费的平台 其实就不是特别正规的一个平台了